我们今天共同要研读的是《易经》 61卦中符卦 风则中符卦 我们先从卦子开始 中符卦的卦子 我们有六个层面的总会 第一层的总会 孔子用大学之道 来继承三皇五帝 明德成圣的道 来传承姚舜文武 修身治国的一贯大道 讲得贵明道 得贵明善贵子 讲明德子善的体用 孔子用中庸之道 来继承上帝的天命 来传承祖师的道统 来建立礼乐大道的中之教和之教的教统 于是天命道统立定 礼乐教统立定 用中和两个字 来打造圣公 于是人人都可以参赞天地化育 中符卦的第二层总会 大学道 中庸道 都是顺承易经的道 来传述 来开显 孔子 祖树姚舜 宪章文武 都没有离开中符卦的卦旨与精神 我们因此明白 孔子承先起后 接续道统天命 首先代后建立经典教化 这是孔子最伟大的贡献 天不生 众你万古如长叶 就是在讲 上帝的天命 祖师的道童 圣王的礼乐 回忆的心法 这一盏万古的明灯 朗照天下 永不止息 孔子是儒家掌灯的人 传灯的人 有孔子的点灯 掌灯传灯 于是人间世界 人文世界 才可以万古长明 中福卦第三层总会 佛法也讲传无尽灯法 佛法讲一己一切 一切反一 讲传灯 讲续灯 到底传什么灯 续什么灯 怎么传 怎么续 这一层白羊修士之道 白羊修士看到师尊师母 成天命 续道童 传心法 立教化 就明白上帝 就明白上帝的天命 主师的道童 回忆的心法 这一层白羊修士 已经再一次的大选在天地之间 刚刚我们唱的圣歌 九月九的九 告诉我们 三朝的重任 永远在心头 大统的理想 永远在心头 我们要点燃三界的灯火 照亮宇宙 所以白羊修士很清楚 我们要怎么传灯 怎么续灯 怎么当点灯的人 提灯的人 我们要点的灯 是点三界的明灯 我们的这一盏无尽灯 可以照亮全宇宙 这是白羊修士的定位 中湖挂挂子 第四层的总会 白羊修士不离自性太极 又能对月上帝 才能完成普渡说远 老师说 正法眼长 天命在 三起普渡已迈开 白羊三起的天命皆淫 普渡说远 也正好是中湖挂的挂子精神 整部一经 道德六十一挂 中湖挂 是一个小满贯 但是不能用中湖挂 作为前经的终结 整部一经的终结 必须要在记记未记 这是要告诉我们 永续传承 行缓不止的消息 中湖挂挂挂子第五层总会 阿姆说 阿姆说儒家应运 我们都是儒家的点灯人 掌灯人 提灯人 传灯人 我们要传授 祭天利己的综合大道 中湖挂第六层总会 综合 这两个字是儒家、道家、佛家、三家讲的修行的道工心法 佛门也是传这个宗道 白羊法门也讲求道得宗、修道所宗、伴道用宗 三宝心法也是传中和的道工 第一宝讲中、第二宝讲依、第三宝讲和 所宗报依必清静、至宗至和可参天 这是我们对于中福挂挂旨的六成总会 我们往下接着看五大义礼 五大义礼的第一层是卦象义礼 卦象义礼 我们提出四个层面的总会 卦象义礼的第一层总会 中福挂的卦象是上卦是崩 下卦是折 崩、折、中福 地道与天道 就是一二两窑、五六两窑都是阳窑 中间的人道三四窑是阴窑 这样的风折中福的卦象 我们总会的第一层讲 中福挂 可以中和幻善的幻卦 达到领聚、结合 中福挂又可以调和结挂的太过压抑、控制 达到中庸、中行 有中庸的道就不会偏差极端 有中和的德就不会孤立无助 加上人道的柔顺 可以调和天地的阳刚 完成中和卫浴的结果 卦象义礼第二层总会 中福挂的卦象 内挂有恩泽普世的和乐快乐 这是对挂 外挂有教化风行的变化顺从 这是迅风 于是真善美的政治与教化 体用兼备 中福挂是周易六十四挂的 圆通、圆融、圆满、圆成 这一层义礼在结论的时候 我们才能更清楚的区分 什么是独有卦 什么是同体卦 就能了解中福挂 为什么是易经六十四挂的小满贯 卦象义礼第三层总会 中福的福 也就是福 加上左边加上一个软字边 就是母鸡爆蛋 记得这个具体的形象 母鸡爆蛋叫做母鸡敷蛋 母鸡爆蛋 母鸟孵化小鸟 这当中有什么消息 这当中有抱一不离 自成不喜的生鸡 所以母鸡爆蛋 抱一不离 就没有不生 就没有不化的诚信力量 所以中福讲的是诚信 是和谐 是大化 可以造化天地间的万物万事万业 天地间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超过中和的力量 地藏古佛说 绝对的改变 有绝对的力量 绝对的相信 有绝对的生鸡 我们对道 有绝对的相信 就有扭转乾坤 改变气数的力量 就像母鸡爆蛋一样 诚信 不饿 而生鸡不喜 自强不喜的不喜 从不饿来 不饿就是抱一 抱一就是中福 就是天地间最和谐的力量 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成 就是整部中庸的核心精神 就是成 而易经在讲基与神 成 基与神 这三个字 是道统文化当中 讲奎依先法的道工 激动以笔 成动以尺 这是基 成 神的变化 综合的消息 画像艺里的第四成总会 大学道 中庸道 都是天人一贯的中和 所以能够完成八大功效 那八大功效呢 第一可以让天道广大 第二可以让工业飞鸿 第三可以使万物无穷 第四可以使气数无踪 第五 能够让天地的气数周流不息 第六 能够运转太极而掌握天理 第七 能够建立永恒的刚纪 第八 用得出天德天道 来成就天地人三级的太和世界 这是中福卦 中和所能完成的八大功效 也就是孔子所说的 参战天地化育 我们也拿老师的六句话 来作为中福卦 卦象最后的总结 老师送给我们六句话 第一 每个人都是源头 第二 每个人都是天地的心 第三 每个人都可以请得动 诸天先佛 第四 每个人都可以转动 三朝众生的法轮 第五 每个人都谨细 千万众生性命 第六 每个人都可以参战天地化育 这就是 以一个成的力量来贯穿 也就是 综合的精神表现在一个字叫做成 这当中 有天机 有气机 得章 这当中 有神天大道的 神奥的消息 所以才叫做 机 成 神 三个字 有奥运 有天机 凭的这三个字 就可以过化 唇神 我们往下要进入了第三层的 吞词意理 看这吞词意理的经文 中 胡 屯鱼 吉 绿色大川 绿针 吞词很简单的 从一个最微小的事物来比方 这个最微小的事物就是 在水里面的鱼 连吞语 都可以 很繁荣 很富庶的 生成 繁衍 那就比喻 天地万物 都可以在大道当中 生化不息 这是第一层的 比方 从最微细 微小的事物 来讲大道体用的无限 第二层讲大道的功用 绿色大川 我们知道大川在 易经的辟域比方是很特殊的 高山人是可以攀越的 而大海在上古的时候 还没有传以前 大海就是上天的天险 相争比方 不能跨越的难关 不能渡越的关卡 这里讲绿色大川 就表示 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绿色大川 可以过得了 但要有条件 条件在力争 元亨力争 是易经的四个主旋律 元亨是天道 力争是人道 力争是人道当中的核心精神 叫做性情 情感是生命 情感的主人是天性 所以力争是做一个性情中人 也就是天性 能够主宰情感 才是一个有道的君子 有道的淑女 叫做力争 这样的段词 已经包含了近人和天的消息 近人道 可以和同天道 这个近是孟子近新篇的近 季工老师说的 竭尽时没有保留 深深的相信自己的行脚 绝对是值得 所以力争的性情中人 碰上了趁机毁育 任造化定夺 而本分不朽 还季工本色 所以力争两个字 就是季工老师所说的 季工本色 修道人的本色风光 叫做力争 也叫做季工本色 这个消息啊 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们把段词 做两层的总会 段词第一层总会 中胡卦 是天人物我 达到神圣平衡的太和世界 连水里的屯宇 都可以成就复数还胜 那么人生 更是安护尊荣吉祥的 第二层总会 中胡卦 是天道 地道 人道 的真诚感通 礼乐正教推行广远 每个人都记足 地德的伯厚 天德的光明 尧顺的子民 各个如同尧顺 人间就是天堂 上天的天路 普及人间 万物 心心向荣 这是中胡卦 段词的消息 我们再往下 看到段语 第一层层的解释 段词 我们看着解释 段词的经文 段语 中胡卦 中胡卦 柔在内 而刚得中 悦而逊 胡乃化邦也 屯宇即 信即屯宇也 绿色大川 成目周虚也 中胡以立真 乃应乎天也 经文 给出第一层消息 柔在内 刚得中 这个得中 是很重要的 这个中 代表大道的体 用 都不离中道 离开中道 不是太过 就是不急 太过容易偏激 容易极端 那么 道 本来是生鸡 也有可能会变成杀鸡 因为不忠 不忠就不合 不忠不合 是因为不正 不正是因为 不能止以一 不能报一 这是 易经的文词 在没有文字以前 圣人不得不巧立名目 不得不 建立一些文词 易经的文词 不能用一般的思维逻辑 一般的语文解释来理解的 这一层是读易经的法度 我们从头读下来 已经具备这样的正向的回应反应了 所以对于阴阳 对于刚柔 对于仁义 就是天道的阴阳 地道的柔 刚 人道的仁义 都必须要从天性 自性 神性 佛性 来对接 来理解 这些都是很见性的话 都是 隐藏 宇宙天地 形下 形上 正能量的文字 不能只是落在解释翻译 那就 能量就不见了 精神就不见了 道就不见了 德就肤浅了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借着圣人的圣元亮 才有办法为三界点灯 才能照亮宇宙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是一盏无尽灯 整部易经 从开头乾坤两卦 到现在的中弧卦 我们点的就是无尽灯 万古长明的无尽灯 而这些文字 它是反复的出现 并没有越来越复杂 也不需要去 反复的辩驳辩证 很简单 很直白 这是意见之道 告诉我们 什么是中弧 什么是中和 什么是中庸的大道 什么是天地的中道 讲一个内外 再讲一个内外 都有一个中正的消息 叫做 若在内 而刚得中 刚若互相调和 而这个当中 调和的这个当中呢 有一个中道的精神在里头 那是看不见的 只有圣人能摆对位置 没有到达圣人的地步 大概很不容易 把性情摆对位置 把欲望摆对位置 把生命的功能作用摆对位置 我们都很容易 不是太过就是不及的 或是加上了 人心意识 很多复杂的想法作法 所以光是第一句话 若在内 刚得中 就足以让我们重新思维定位 这当中 要论心法 有道公心法 要论灵体达用 有体用一贯 要论天人一贯 有静人和天的 一贯毅力 而这句话我们读过的不止一次 在各卦谣当中 都可以出现 若在内而刚得中的消息 不见得 每一个字都跟这句话一样 但消息意理 有它相通的地方 中弧卦再点出来 若在内而刚得中 若讲人道的善与顺从 人要法地法天的 如果意识太刚 欲望太刚 那个刚是阴刚不是阳刚 区分清楚了 人有种种想法观念 意识形态 人有七情六欲 这些都是阴刚不是阳刚 阴刚有杀机会杀人的 人放中欲望的时候 古来的皇帝 不惜杀人九族 那是阴刚不是阳刚 那是杀机不是生机 那不是圣人所讲的道 我们不举这个例子的 现在讲的是柔在内 那是谣顺的道 刚得中 这也是谣顺的德 也就是天地的道德 所以老者才会演绎道德经 也只是柔在内刚得中而已 第二层呢 讲圣王是怎么样修身治国 而道场有开放人才 有半道人才 但很少有安邦治国的人才 因为学养不够 因为修养不足 因为见地不够 因为智慧不够源通 这里讲的是 圣王怎么安邦治国的 只是一个月儿性 说话 让三朝众生 欢欣踊跃 而生命当中的能量波 也就是生命当中的 共振的能量 就足以引领天下 就足以教化引导天下 福 刚刚所说的 母鸡抱蛋 手中抱衣 自成不息 就有造化变化成就的力量 而化的不是一个人 化的是邦 邦就是天下国家 今天的邦也就是三朝 早上才唱过的圣歌 我们可以点亮三界的灯 可以照亮全宇宙 这就是福乃化邦 第三层讲大道的体用 一个字叫做信 成就是信 严恨力争的真就是信 所以可以让天到地到人到 融化成为一体一贯 成为共同的生机成就 只要一个字就够了 绝对信 不恶的信 对上天 对大道 对上帝的信 这个信的力量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通通可以得到照顾 这个爱呢 可以遍及天地万物 中弧卦只讲一句话 信即屯于 所以看到鸟在天上飞 鱼在水里游 动物呢 在路上走 这就是一种吉祥 一种天地自然的气象 一种人伦的和谐 第四层讲 绿色大船 这样的礼乐大道 这样的真理教育 这样的道德教育 必须要把它推广行远的 这个时候 有两个关卡 一个是要 攀登高山 一个是要渡越大海 于是圣人 发挥了上帝的创造力 就是把树砍下来 把中间挖空了 成木周虚 就是中间挖空了以后 变成一艘船 从五生有 这样的创造力 圣人做得来 科学家从有在变化更多 那也是科学家的创造力 那是人为的 这两层的创造力 圣人的创造 开创天地人文 科学的创造 创造物质的 和谐 给生活带来精彩 这两层都是创造力 都是智慧的展现 绿色大船 给人间带来 互利安和的力 用一个沉默周虚 已经把上帝的创造力 无中生有的创造力 点出来的 很具象的 很具体的 很生活化的 很现实而实现的 最后回到人文当中 因为如果世界没有人类 圣人也不需要来人间 作之君 作之师 推广教化 既然有人类之后 圣人不能不来人间 作之君 作之师 不能不推广 政治与教化 而政教 有个根据 有个源头 有个核心 有个精神 这里点出来的 忠福以利争 乃应付天 怎么样做到应天顺人 这是圣王的本事 圣王可以做到 于是有那样的大同世界 三代以后都是乱世 人间砍杀不停 都是人杀人 人害人 系工老师说 什么时候看过 诸打人诸杀人的 没有啊 所以已经是 违背了天地的综合 这一层我们也不论 点一下已经很不得已了 我们回到 圣人的圣元亮 回到天地 最祥和的太和 用来供养三朝 用来服务三朝 让三朝当中的暴力之气 不平之气 怨怒之气 贪嗔赐慢的 这一些气息 都能提升 都能转化 只要读到忠福以利争 应天顺人 一切都是太和 忠福从哪里来 中庸之道 中正之行 中和之度 从哪里来 从利争来 利争简单的说 就是明是一子 我们真主人 能够当家作主 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性情中人 也就是 是一个诚信的人 是一个明德 只善的人 是一个明道 可以成圣的人 一句话 忠福以利争 今天我们用比较 比较详细的引导 来附送一下 读义经的法度 圣人所说的话 有他内在的系统义 根源义 有他内在的 魁义的心法 道公教公 更有礼乐大道在其中 有天人一贯的消息 这是读义经的法度 而不是解释翻译 不只是解释翻译 也不能只停留在解释翻译 更不能把先天大道 讲成生活当中的物质性的 这样把经典给矮化窄化的 不是功反而是过 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一层 比较严谨的批判的 现在我们要把解释翻译 用两层来总会一下 解释翻译的第一层总会 讲中胡卦的人间世界 在这个时候 礼乐大道推行天下 每个人都可以随顺天使 掌养大序卦的天德 每个人都可以随顺天使 掌养无望挂的自成不恶 于是每一个生命 都是太和正气 太和充沛天地 一气流布人间 这个时候人间没有天灾人祸 每个人都好像天童子 无忧 何乐 解释翻译第二层总会 讲天理流行 大道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大道流布到哪里 每个人都可以对月上帝 都可以活出上帝的创造力 也就是人人都能够知道天命 于是可以突破气数的困住 这个时候 哪来的因果轮回 这个时候 上帝的国度 已经移转到人间 这个时候 人道冲进 天道也完成了 这个时候 看得见 百兽在跳舞 凤凰来排班 这个时候 龙凤翱翔长空 人间就是天上 天上就是人间 这是解释 团词所给我们的消息 我们再往下 看第五层 项曰大象词 大象词的经文说 项曰 折上 有风 中浮 君子以 义 玉 还死 读义经的法度 大象词是 周公说的 记得不是孔子说的 是周公说的 针对人道来讲话 当年文王被关在游里 监到玉当中 有很多的话是 不能明讲的 周公得到 父亲的传承 这部 益经 周公也是圣人 很清楚 三方五帝 治国平天下 是有一个天道版本的 这个天道版本 就是口耳相传的 这一部 益经 而他更清楚 周公 这个 圣人 爸爸是圣人 儿子也是圣人 圣人的心意是相通的 也知道 父亲在监牢狱 总会上一代 口耳相传的宝典 父亲有一些事 只能点到为止 不能明说的 于是周公就借着大相词 把父亲不能明说的 从人道的观点 很简要的提点论述 这是整部经典背后的消息 我们也要读得出来 才叫做 以意逆智 孟子说的 才可以得到圣人的 纯心态度 也才可以讨得 天道的消息 要有这样的功力 要有这样的愿力 不是只有 解释翻译的能力而已 所以大相词 从人道讲话 从政治来讲话 礼乐行政 是圣王治理国家天下 的四大法则 有礼教 有乐教 这是讲教育 有行法 有政令 这是讲政治 这是应转国家天下 不能没有的制度 而制度 核心有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 大道的准则 要这么来读经典 才有大受用 才不会偏差 才不会只是落在 形而下的 形而下的 生活的层面 意识的层面 这样会矮化 窄化 太可惜了 君子以欲欲凡死 这里讲的是赏华 我们前面都有读过 从天则履卦 到地天太卦 到地十六卦的 玉卦 都知道先往的治理作业 而 治理作业的背后 那就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的 分封诸侯建设国家 所用的是赏华的权柄 有功 奖赏 有过 惩罚 当中的原则就是 惩罚一定比 奖赏还重 才能够让 人心不犯法 这些原则准则 我们提点过 现在这里讲的是 既不会止刑法 可是也不会难用刑法 因为这里要讲的是 中道 中和 中正 治理天下国家 圣王 不会止刑法 可是也不会难用刑法 尤其是 不会 急着说乱世用重点 判死刑 杀头 枪毙 圣人在这个地方 会很小心 很谨慎的 前提是 如何透过礼业教化 或是借着 灰藏的教化 叫做行法的教育 让大百姓 明白因果 明白气处 懂得怀德 畏微 因为生命 绝对不是判死刑就算了 我们很清楚 生命的来去 它有它不生不死的 佛法叫做 因果轮回 一经叫做 循环无尽的消息 所以这个生命 如何让它 从灵魂的破裂 污染 脏壁 固执当中 跟灵体合一 如何把这个灵体 透过礼乐的真理教育 提升到灵性 如何让灵性 在功德力不断的升华当中 进入到灵光 这才是生命教育的完成 这个完成 圣人讲的叫做 怀德畏微 也就是 针对降中 秉于的天性 如何让他 懂得怀抱天德 能够敬畏 因果法则 能够敬畏 鬼神的检查 这才是真正的 中道教育成功 礼教 乐教成功 这样才是 国家天下 长久安定 长保太和的基础 政治 不是 不是嘴巴说说的 现在我们可以总会的 大象词 我们从两层来总会一下 大象词 第一层总会 解释探词 讲遥顺大同世界的天伦图 大象词 要讲大同世界的前作曲 这个前作曲要怎么推展呢 人文世界 要逐步的推行 以综合为道体的天理教化 以综合为道体的天理教化 综合教育有三部曲 第一步 建立家庭制度 立定人道刚常 让人人调试性情 善化风俗 安定全人类 这是第一步 建立家庭制度 第二步 建立礼乐大道的 宗的教化与和的教化 让每一个人能亲近天道 能够向上天学习 向大道学习 这是第二步 推行 推行 礼乐大道 完成综合的教育 第三步 建立赏华的制度 让人民怀德畏微 能够能够敬畏 能够敬畏鬼神 敬畏真理 而不敢换法 不会再换法 这是综合教育的三部曲 也是我们要学会 安邦治国 安定三朝的三部曲 所以道常有法律主 就是要让三朝元人 也懂得怀德畏微 敬畏上帝 敬畏圣贤 敬畏真理 敬畏 英国法则 也就是懂得敬畏 地域的残酷 是因为人心的背离 是自己照来的 要懂得敬畏 圣王都是在敬畏当中成就 敬天 为神乐道孝亲爱民 这是我们提点过的 一个真如的行为态度 大象词的第二层总会 讲善良的风俗 不是说翻转就翻转了 而大同世界 也不是马上就会来到的 激光老师 要我们先做到三件事情 第一 让全世界的人都求道 第二 让全世界的人都清口 第三 每七个家庭 就有一个家庭开设佛堂 当然还要再加上 天道真理 三朝普渡真意的宣扬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建立 就可以完成 弥勒净土人间 这是从大象词 我们所得到的消息 我们讲到建设 人间净土大同世界 怎么建设中和太和的大同世界 中复卦有六部的进程 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鱼 就是多方的设想 多方的设想呢 算了用一个吉祥 来定位 可以多方的设想 考量科技 国防 军事 考量医疗 养生 也可以考量真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人伦的教育 可以多方的设想 但最终呢 一定要带来吉祥才可以 如果是吉祥的相反 会变成凶货 那么就是想太多了 不切实际了 太过或偏差了 这是第一层 所以如果有他 就是心智纷乱的 离开了道德良心的 离开了天理的 离开了人道德 刚常 伦理准则的 不愿 就没办法得到安居和乐 一经的文词 一向是点到为止 一句话 就包含体用 一句话 就包含天道地道人道 一句话 就包含 是非正邪对错的 交错 错综反复 就看人 怎么理解 怎么受用 我们把初九遥 初九遥讲 于己有他不愿 小象词说 初九于己 智慧便宜 这是重心 在多方的考量 在多元的凑终变化当中 在现在人所说的 同品共振 还有量子纠缠当中 智慧便宜 一个修道人的道心天心 不能改变 始终对道有绝对的真诚 能够手中报仪 重点在智慧便 只要哪一天 想法观念变了 对道明心心的 道心退转的 一切 也都是没完没了的变化 所以我们把初九遥 用三层来总会 初九遥的第一层总会 在开创遥顺派和世界的路上 我们有六步的进程 第一步要做到心智专一 手中报仪 不被干扰 和激光老师讲的 佛菩萨为什么不被干扰 因为手中报仪 所以意味要建设 遥顺大同世界 要赚建设弥勒净土 每个人必须要到达 佛菩萨的地步 才建设得出来 而不是交给 一般的凡属众生 就可以打造大同世界的 要不然 人间世界几千年的 早就该是大同世界的 而不会是乱世 是毁灭的 层住坏空坏解的来临 第二层总会 在天理与人士的 叠加纠缠里头 不可能没有多方面的超优 不可能没有多方面的 度量考量猜想 在人生路上 或是改换轨道 或调整方向 或人士全盘的撤退 或遭遇突发事故的撞击 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 万事虽然不一定起头难 好事不一定多魔 但是创业的开始 开头一定不是安闲 不是和乐 不是自在的 这就是有他不愿的意思 第三层总会 事情最后的吉祥 不是从我想的很多来 而是从我的 自向自愿不改变 从报医综合而来 这一层才是圣人的提点 事情最后会圆满 会吉祥 人生最后会吉祥 但不是因为 我想的很多 用的很多 做的很多 不是 而是从起心动念 到行为态度 始终是手中抱一 真诚不恶 这个态度很重要 所以从心与态度 从心比智慧重要 态度比方法重要 不是用了很多智慧去想 不是用了很多方法去尝试 而是有一种 手中抱一 真诚不恶的态度 从心 我们进入第二摇 九二摇 经文说 明赫在音 其子赫之 我有好觉 无以耳迷之 小象词说 其子赫之 忠心愿也 九二摇是建设 大同世界的第二摇 他第一层的经文讲 明赫在音 其子赫之 是讲 母子互相应赫 这个比方很具象的 很微小的 母鸟在叫 小鸟呢 在应赫 讲母子同行 就用这个比方 讲人文的世界 是不是 上下同行 讲人间的夫妇 是不是 夫妻有合同点 就是明赫在音 其子赫之的意义是 第二层讲 政治上头 我有好觉 无以耳迷之 这个谜就是维系 就是普遍普及 用什么来维系 用什么可以推移到 普及全民呢 让每个人都领受到呢 那就要靠奖赏 所以这个好觉 讲的就是 奖赏鼓舞鼓励赏识的意思 我们把九二窑 用两个重点来总会 九二窑第一层总会 建设大同世界 太和时局的第二步 就是上位的人 用官位 用俸禄 来奖赏有功劳的人 下位的人 能够感恩怀德 于是上下诚信交感 就像赫鸟的母子和鸣 维系在光明的德性 与道德的事工上面 九二窑的第二层 军民上下的太和气象 完全是天心本愿的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这里讲一个国家政治的安定 如果只是依靠 阶级地位的宰治 只是依靠权势厉害的逼迫 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这是第二样 在忠心愿也这一句话 才能成就 出自天心的本心本愿 我们进入第三窑 进入最关键 每一挂最关键的 第三窑第四窑 也就是君子关卡的 我们看第三窑的经文 六三得底 或鼓或霸 或气或歌 小象词说 或鼓或霸 贵 不当也 得底 这个底角呢 是一种情境 人生因缘当中的情境 政治局势当中的情境 道场伴到 人事互动当中的情境 这个底讲的是敌对 敌对 敌对 敌对当然就跟伙伴不同 同路人了 那是同伴 而这里有时候会变成敌对 变成不同路的冲突矛盾 所以底下讲的情境是 有时候很得意的打鼓唱歌 有时候是相反 很失意的退堂鼓 忧伤 超忧不快乐 这是六三咬必然的情境 而点出来的 通常是胃不当 没有锁住自己的本位 也没有锁住自己的本德 所以才会让这样的情境因缘 不断地延续 而没办法停止 没办法转化 没办法升华 这是六三咬所给出的消息 我们用三层来总会一下 六三咬的第一层总会 在开创与锁成的道路上面 有两个关键 第一地位的中正 第二十运的对接 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也就是十与位 六三咬的第二层总会 六三咬没有地位 六三咬的地位呢 不忠不正 所以心智不符定 容易掉入敌对的情境 于是不是哭泣 就是打退堂鼓 第三层总会 当一个人聚足 中道中正中和的修养 就可以超越上下人事的冲突 就可以突破天使气数的变化困住 于是能够手中抱一地做好本分的事 但这是很不容易 难 难 难 我们讲过四座火焰山 第一座是家庭 第二座是社会 第三座是命运 第四座是道场的人事磨练 这四座火焰山 很多人在第一座家庭的火焰山 就已经被烧得焦头烂尔 面目全灰体无完肤了 光是第一座火焰山要 能够指效孙贤 能够夫妻和乐 能够有家道 家教 家风家训的传承 都必须要重建 这是很困难的 并不是我们有敌人 而是我们内心 都已跟世界的相处 跟人跟物跟自己的相处 我们都还在矛盾冲突当中 这个矛盾冲突 《易经》的六三遥 只讲一个字 得底 等于说 我们给自己树立的敌人了 而这个敌人就是我自己 我们陷入了一种矛盾冲突的情境 叫做得底 要怎么从矛盾冲突当中 能够回到原点 手中报医 又能够去入太和中和 所以印度的大师 克里希纳穆提 一辈子 行走天下的核心重点 两个字叫做冲突 这个人果然是大师 太伟大的 他就讲述冲突这两个字 冲突同矛盾来 有矛盾就有冲突 有冲突就有对立 有对立就有杀鸡 有杀鸡就有战争 有战争就有毁灭 冲突两个字 这是克里希纳穆提 告诉人间的人 怎么化解冲突 矛盾对立 战争毁灭 跟圣人的告诫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进入六四窑 六四窑的经文 月 击旺 马匹 王 无救 小巷池说 马匹王绝对上野 这是比第三窑还要凶险的 讲越击旺 欲量快要满盈了 可是还没有满盈 这是比方公亏一窥 行白里路半九十 好像快要到了 结果公败垂成 叫做公亏一窥 马匹王 这是讲一匹马 离开同伴的 走私的 被盗而止的 离开同类的 离开团队的 圣人讲无救 无救是因为散补过 圣人讲无救是本来有救有过错的 但只有过得了君子观 圣贤观的人 才有办法转过错来成就事工 那是下一卦小过卦所印含的消息 借着过错来成就功德 来成就事工 有这一路 善以弥补过错 所以小巷池讲绝类上野 也就是为了追求向上而 自觉与同类 这样的一种空想妄想 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精进 事实上是一种邪精进 佛法所说的邪精进 这是一种过错 这就是以事到人心 辩道而耻 不合中道 他没办法 在困难当中 在错德当中 在考验当中 很坚贞着守护天理良心 守护天道的宗旨 所以他没办法做到 圆横力真的真 利益是从真得来的 一旦不能守护真的 不能守中报医 不能对到有绝对的真诚相信 不真就不能守 不能守又如何行得出 那一定是过错连连 一波接了一波的不顺 挫折考验 会接着到来 我们把六四窑 从三层总会一下 六四窑的第一层总会 人道的六四窑 本位本愿是要向下 俯成九二窑的 结果他反而要向上 挥响 如果六四窑能够向下 俯成九二窑 就可以达成上下的和谐共鸣 最怕的是 不能安真所成所到 却一心的追求前进 如同一匹马逃离了群体 自觉与同类 以群体背道而耻 这是失踪 失谓 失道的做法 会造成过错与后悔 第二层总会 六四窑的时机地位 适合守城 不适合开创 适合涵养昆德的安真吉祥 让团队能够诚信交通 和谐圆满 这一层很重要 团队当中要有这样的亲善人物 能够在团队矛盾冲突的时候 这个人的存在 给整体带来安真祥和 第三层总会 一经讲的时与谓 时机关联天命 地位关联德行 我们读过上一卦 结卦九三窑讲 失实 也就是失去天使天命 中福卦的六三窑讲 贵不当 也就是得不配位 必有灾阳 一经讲的时与谓 比缘与命重要 谓就是我们身份地位的扮演 时是我们一辈子 人际关系的愈合 形成我们的善因缘 或是好命 也会形成我们不善的因缘 与不好的命运 现在我们明白了 缘与命 要靠天命天德的中福卦 来中正 来调和 才会有好因缘 才会有好的生活 也才会有好的命运 这是六四窑所给我们的消息 如何超越冲突 矛盾 对立 斗争 战争 死亡 轮回 我们现在进入九五窑 九五窑的经文 有福连儒无救 小象词说 有福连儒 为正当也 六三窑讲为不当 这里讲为正当 一经的法则就是 九五的非荣在天 是要靠第三窑的戒胜恐惧来成就的 而第二窑的得失普及 是要靠第四窑的以贵下见 不要再向上攀登 反而是要向下俯成来成就的 这是读一经 我们该遵守的法度 第三窑成就第五窑的非荣在天 因为做到的戒胜恐惧 常怀忧患的心 常怀的愧疚不足的心 而六四窑呢 是要向下俯成 众民众生 我们看这九五窑 用有福两个字 来讲道德事工的成就 用怜忧两个字 就像兄弟一样 我挺你 你挺我 不会被任何外在的力量 给截断 给分割 而真正的重点是 为正当 立定在自己的本分本位 没有太过 没有不及 可以对月上帝 对月在天 天理良心相对 我们从三层来总会 九五窑的第一层总会 中福卦的成就在九五窑 用中正的地位 光明的德性 严谨的刚技 来率领阴柔 达到众民仰望而众心归附 有天道天理的贯穿 有天命天德的牵引 能够解消阴柔小人的伤害 才能够扶持国泰民安的天下一家亲 九五窑的第二层总会 中福容易有过错 有太过的过错 当一个领导人放纵失情 败坏气节操守 就会被阴柔小人脏壁 就会被阴柔脏壁 就会被小人伤害 第三层总会 圣人只用有福两个字 来形容九五的君王 有灰龙在天的气象 只用正位两个字 来形容天德大功无师的照耀 有福中正 福佑帝君说的 整部一经四个字 中正光明 中正是本体 光明是作用 我们永远记得这四个字 中正光明 而第二窑跟第五窑 就是在描述 中正光明的地位体用 又如实话 任何第二窑第五窑 一定是得其中得其正 才能完成体用 才能完成道德 完成道德事工 我们看上九窑 上九 汉阳天都想不已 海 Deus 何可藏也 也可以念 何可掌也 寸 lap 汉阳 讲的是 家里养的 鸟 家里养的鸡 竟然想要灰灯向天 这样的一种坚持一定会带来凶祸 所以不恰当的想法观念做法 不能助长它 纵然它得到一时的好处或是事工 记得它也不会长久的 因为违反中道违背中和 不忠不正 这是上九窑所给我们的消息 我们从事成来总会一下 上九窑第一层总会 上九窑是盛级必衰 事成必变 戊级必反的时局 失去了时机也失去了地位 一切缓长 缓长就违反中府 变成小过挂了 羊反而被阴包围了 注意这个消息 变成有过错 中正阳刚太和正气 反而被阴若 被种种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 是非厉害 给包围了 上九窑的第二层总会 圣人用家里养的鸡想要灰天 来比方反常的现象 如同一个人不守护中正的本分超守 却去追求新奇怪异 妄想虚拟化的世界境界 这种妄想越是执着越是凶货 就是第二层 在今天随时看得见 不管年轻人中年人都是汉阴等以天 就是离开自己做人的本分本位 去追求一些很新奇怪异的 包含虚拟世界 我们总不能讲说数位货币 这样很多人会反弹的 但总之 我们明摆一个理则就好了 异想天开 追求新奇怪异 先佛讲的不切实际 这就是汉阴等以天的意思 一切的想法做法都是不切实际 已经离开人生的本位 离开大道的本位 离开道的宗旨了 到头来 是凶货 是不好的结果 第三层总会 在人世上是讲身处上位的君王 地位虽然高 却是众叛亲礼 失德失位失死 如果再拒守权势地位 而交恨傲慢 凶货马上就来到 再也没有好日子过 祸害会没完没了 第四层总会 孔子告诉我们 第三摇 第四摇是君子官 最上这一摇是圣贤官 只有地德伯厚天德高明 才过得了关 才当得了六十四卦的主人 才不会被气数命运 不会被小人被余子给绊倒 所以读完《易经》 要能够通天使 要能够明白气数 这样才能够明哲保身 返回天命本位 最后我们看一下推演结论 推演我们分三个层次吧 总会一下 中胡卦的推演 第一层总会 中胡卦是儒家道家 讲修行的卦 是顾本培缘 打本还原的卦 老先公说的 能清能净 皆养道 至中至何可参天 清静经讲的是大道的本体 也就是中庸的道 一般人理解不到 究竟义原通义 也对接不上 清静经就是中庸道的 就是大学道的消息 清静经 道德经 大学道 中庸道 都是天道 都是不离中和太和的体用一如 推演的第二层总会 阴阳要合同 才能生成化育 能生能化的道 是万物的源头 在人间上下要中正 才能安定和谐 安和的力量是家国天下的根本 因此 中庸道是天地的地基 是万物的母亲 推演的第三层总会 三 中庸话的三四谷是人物的岗领 是生化的根本 第二谷是讲大地的伯后 第五谷是讲上天的高明 所以中庸话是自真 自善自美的人道 我们读过的天脸无万卦 偏向天道 三天大序卦 偏向地道 而中福卦是天地人中和 结论 最后的结论 我们结论 归纳出九个重点 因为中福卦太精彩了 结论的第一个重点 虚拟世界 数位货币 人工智慧的因缘都成熟了 极限时代来临的 疯狂的世界已经打造完成 天地万物有可能被宇宙的黑洞 吞噬 吞没 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会不断地出现 面临极限的挑战 就看全人类怎么回应 这也是原会运势当中 本来就会有的循环往复的消息 这是结论的第一层总会 离开的中道 中正中和 离开的清静真诚 一切就变成虚拟化 要很小心 结论第二层总会 易经有独有卦 还有同体卦 易经的独有卦有八个卦 乾坤 坎梨 一卦 大过卦 中弧卦 以小过卦 其他的五十六个卦都是同体卦 同体卦就是一卦颠倒成为两卦 所以实际上只有二十八个卦 结论第三层总会 上经虽然有三十卦 实际上同体卦有十二卦 再加上独有卦的六卦 所以上经是十八卦 第四个重点 下经虽然有三十四卦 实际上同体卦有十六卦 再加上中弧小过卦 两个独有卦 合起来也是十八卦 第五个重点 上下经合起来是三十六卦 上经是十八卦 下经是十八卦 上下经是平均的 是一样的 而三十六是周天的数目 是天地人物的总纲纪 三十六可以穷尽异道的变化 包含万有的实相 上经讲明天地自然的现象 下经讲明人物生化的情形 说明先天与后天 奇数与偶数的变化生成 第六层重点 上经的一卦大过卦 下经的中弧卦小过卦 虽然是独有卦 但还是是属于后天 是后天生成变化的源头 第七层重点 只有乾坤坎梨是纯粹先天 乾坤是先天的元经 坎梨是后天的父母 所以独有卦就是乾坤坎梨 这是独有而故意的 纯粹是自本自根 自生自成的 第八个重点 一经到了下经的中弧卦 以小过卦 是奇数的小说源 由万书贵一本 这是环本还原的 最后是拿祭祭与魏祭 作为一经整部经典的大宗 来说明循环罔户 无穷无尽的天理 第九个重点 中弧卦有五个要素 第一 奇数的忠实 第二 万物的生成 第三 时机的隐藏仪发动 第四 大道的收放 第五 掌握天机 得到大本 这是中弧卦的五成要素 告诉我们 真正的大信是综合 如同真正的净土是玄关一样 我们有绝对的大信 才能成就绝对的大事 也才能办好 三朝普渡的这一件事 要在综合当中完成